1984年2月17号早上7点10分 辽宁省营口市盘山县公安局陆家派出所值班室 接到一起重大警情 中国农业银行盘山县支行陆家乡营业所 发生了一起重大命案 当晚在营业所职业班的22岁会计龙爱民 和58岁的吹噬员陈作斌被杀死在休息室里 值班室内的办公桌枪柜都被撬开了 被抢走保卫金库用的一支步枪 存放钱款的金柜被撬但是没有被撬开 值班室床上的被褥因为纵火而被烧毁 7点40分 盘山县公安局接到派出所上报的警情 县局严世红局长在把情况上报给盈口市公安局 和盘山县县委县政府之后 就带着两名副局长和六名刑警 分成两辆警车赶赴现场 10点半 营口市公安局何波局长 带着两名副局长 还有刑警队的刑侦干警抵达现场 在接到营口市公安局的案情上报之后 辽宁省公安厅四处值班调度室 指令省厅刑侦科长带领计真人员 下午一点半赶到现场 到下午两点半 省厅杨庆贤厅长和四处陈宝林处长也带队赶到现场 为案件的侦办集结起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办案力量 经过勘查 杀人现场位于陆家乡营业所休息室内 室内的电视机还开着 可以认为龙爱民和陈作斌在被害的时候 都在休息室内看电视 而并没有在值班室的岗位上 龙爱民和陈作斌的遗体上 同时有锐气伤和钝气伤 二人的致命伤都是位于心脏部位的锐气伤 现场遗留有一根沾着血迹的铁管 经鉴定 血迹是两名被害人的可以认定为罪犯遗留的凶器之一 经过法医鉴定 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2月16号下午5点至晚上7点之间 抢劫现场位于营业所值班室 室内一共有6把锁头被撬开 分别是三张办公桌的5个抽屉和一只枪柜的锁头 枪柜里的一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连同40发子弹被盗 存放着8万元现金的金柜门上 有明显的撬压痕迹 但是没被撬开 里面的钱款一分不少 但死者龙爱民的家属反映 龙爱民停在院里的一辆自行车不见了 勘察之中 发现营业所院内 除了龙爱民的自行车车折印之外 还发现了另外数组车折印 警方呢 对当天上班营业所职工的自行车都进行了比对 排除了若干组之后 还剩下一组车折印 没有查到车折的主人 因此警方推测 犯罪分子应该至少有两人 两人同乘一辆自行车前来作案 作案得手之后呢 又分成两辆自行车逃窜 根据车折印的方向 罪犯的逃跑方向 应该是星成方向 在现场勘察的同时 到场的盘山县公安局严世红局长 迎口市公安局何博局长 和辽宁省公安厅杨庆负厅长 和省厅四处陈宝林处长 迅速整合手头的警力 组成由杨庆贤厅长挂帅 陈宝林处长负责具体指挥的 216抢枪杀人案专案指挥部 在随后赶到现场的盘山县县委 梁广仁副书记 县政府王殿文县长等当地领导干部的支持配合之下 立即制定对罪犯的排查和追捕方案 根据现场勘察 认为罪犯手段凶狠残忍 刑事胆大妄媒 以抢劫财物为目的 在抢劫财物未果之后 抢劫枪支弹药逃逸 有极大可能是拥有案底和前科的 刑满释放或解除劳改劳教人员 鉴于此 盘山县公安局当即派出四名科长 带着十名侦察干警 赶赴盘山县新生劳改总队 开展清查工作 随即迎口市公安局 迅速向相邻的北镇 大瓦台安等县 和周围的县市地区公安机关 发出紧急敌情通报 请求迅速部署警力 在各要道路口设卡堵截盘查 同时派出一名刑侦科长 带领四名侦察干警 赶赴盘山站和钩帮子站 盘山站也就是现在的盘锦站 这些警力配合沈阳铁路公安局 和锦州铁路公安处盘山站 和钩帮子站派出所 对可能沿铁路线逃跑的罪犯 进行堵截 辽宁省公安厅四处 以省厅的名义 向锦州 安山 沈阳 大连地区公安机关 沈阳铁路公安局 和辽和油田公安局 发出紧急预警通报 要求这些公安机关 迅速部署警力 在各要地要道和铁路沿线车站 设卡堵截盘查可疑人员 同时特别要求 盘山新生劳改总队 和公安分局 认真对近期逃跑犯 托管犯 解除劳改劳教的就业人员 和最近释放的闲散人员 进行逐个的排队摸底 和定时定位 在接到省厅和市局的命令之后 盘山新生劳改总队和公安分局 立即和盘山县县局派出的侦察员 一起展开排查工作 结果排查出 十年28岁的刑满释放人员宋国兴 有重大嫌疑 此人在1981年 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在新生劳改总队劳动改造 1984年2月9号刑满释放 但是释放当天 劳改队仓库里 价值700元人民币的塑料薄膜 就被盗了 由于这批薄膜存放点 整个劳改队也没几个人知道 偏偏宋国兴就是知情者之一 经排查 其余人的嫌疑都被排除 唯独宋国兴不能排除 所以劳改队和分局 原本就在派人找宋国兴呢 宋国兴的原籍 新滨县城郊公社 黄旗大队反映 宋国兴获释之后 根本没有回大队报道落户 而是不知去向 另外呀 有一名曾经和宋国兴 一起改造的劳改人员反映 宋国兴在释放前几天 向他们说了 出去后要干就干大的 宋国兴身上的嫌疑越来越大 警方认定他获释之后 有极大可能继续犯罪 查找宋国兴的去向 已经成了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于是警方在劳改人员群体内 和宋国兴有交集的人员之中 对宋国兴的去向问题 开展逐一排查 排查到当天晚上10点 一名曾经和宋国兴 关系不错的劳改人员 为了立功表现 提供了一条线索 声称宋国兴曾经跟他说过 在出去之后 先会去兴城的育友李小光家 替他看看爹妈 于是省厅杨庆贤厅长 亲自打电话给兴城县公安局 指令兴城县公安局 派出精干警力 前往李小光家清查 如果发现宋国兴立即拘留 兴城县公安局局长 在接到省厅的阅级指令之后 不敢怠慢 当即组织清查李小光 查明十年31岁的李小光 1977年因为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在新生劳改总队 盘山大队四中队劳改 1982年12月刑满释放 现居住在宁远乡南新庄 随后兴城县县局刑警队 高庆田副队长 带着三名刑警 立即赶往南新庄 在南新庄 至宝主任徐海山的配合之下 以查户口的名义 进入李小光的弟弟 李小勇家 通过借宿在李小勇家的 李小光的妻子杜秀真获知 李小光家 确实从盘山来了两个客人 现在正住在西边耳房 高副队长当即亮明身份 向李小勇和杜秀真宣传 窝藏犯罪嫌疑人所要承担的后果 两个人当即变了脸色 表示愿意配合警方工作 将功补过 在高副队长的指挥之下 三名刑警从三个方向将耳房包围 控制了门窗 李小勇在高队的示意之下 叫开了房门 高队带着一名刑警冲进屋里 首先按住了前来开门的李小光 随后另两名刑警也跟着冲入屋内 将两个还在被窝里面蒙头大睡的男子 控制在了床上 经过现场审讯 除了他们要找的宋国星之外 还有十年27岁的刑满释放人员 康德生 这康德生啊 76年因为流氓罪被判处 七年有期徒刑 83年12月被释放之后 住在东沟县 当场缴获了一支 已经上了五发子弹的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和另外三式五发子弹 还有两把三棱刮刀 一把尖刀和两辆自行车 随后三人被带到 兴城县公安局进行突审 三人对各自所犯的罪行 供认不讳 这三个人呢 在盘山劳改队一大队四中队服刑的时候认识的 随后成了朋友了 在劳改过程之中呢 不思悔改 反而还多次预谋抢劫银行 为此宋国星经常借外出的机会踩点 几经选择认为农行 陆家乡营业所地处偏僻 适合作案 1983年4月 宋国星在劳改农场机修厂 盗取了一台电钻 又让在原籍的弟弟 给他游来一台电钻 当作俏窃金贵的作案工具 结果发现呢 这两台电钻质量不怎么样 屡屡因为漏电而罢工 不得不暂时终止密谋 准备在自己刑满释放出去之后再干 1983年12月 康德生刑满释放 在宋行的时候 宋国星和他约定好 等宋国星获释之后就开始干 1984年2月9号 宋国星获释 康德生呢 亲自到劳改队接宋国星出狱 并且把宋国星从仓库偷出的塑料薄膜销赃 获取了部分钱款 随后2月10号 到了李小光家借助 并且和李小光密谋作案 随后三个人呢 先后在星城和锦西 购买了电钻 三棱刮刀 尖刀等作案工具 2月13号 三个人结伴来到了山海关 昌里等地的农行营业所 踩点四季作案 但发现这些地方的营业所呀 都在闹市区域 而且都是楼房建筑难以下手 最终还是决定在陆家乡营业所作案 2月15号下午三点左右 三个人乘坐公共汽车 来到了陆家乡营业所 见当晚值班人员进进出出不断 一共有四个人 三个人呢 一共蹲守到了晚上九点 都没找到作案机会 不得不连夜返回盘山过夜 2月16号一早 李小光因为害怕 表示不打算继续作案 而退出团伙 返回星城家里 但是答应啊 等宋国星他们作案之后 提供藏匿场所 随后宋国星他们俩 再度来到陆家乡 先偷到了一辆自行车 当作逃跑工具 晚饭之后 六点左右 两个人建营业所 当天只有俩人值班 还都在休息室看电视 不在值班室 于是趁机携带尖刀刮刀和铁管 翻入营业所 先将毫无防备的龙爱民 和陈坐边杀害 并且洗劫了休息室 夺取了枪支弹药 但是没找到金库钥匙 在翘牙惊跪未果之后 害怕被发现 各自骑着先前偷来的自行车 和停在院里龙爱民的那辆自行车 连夜逃往星城 藏入李小光家 但没想到 藏到李家六个小时之后 就被抓获 距离案发也不过才十七个小时 唯独李小光啊 还抱着侥幸心理呢 认为自己并没有参与作案 面对审讯他的干警 一直喊冤枉 但经遇审干警 巧妙的利用了 他和宋国星等二人之间的矛盾 连续摆疑点 并且故意放出 宋国星和康德生 为了脱罪 已经彻底将李小光供出来 并试图将更多的罪名 安放在李小光头上的消息 彻底摧毁了李小光的心理防线 李小光啊愤怒不已 感觉这宋国星 康德生不讲义气 出于报复心态 竹筒稻豆子似的 把藏匿在劳改队里 以宋国星为首 康德生 李小光等九人合谋的 特大盗窃团伙的事 都交代了 这个团伙呢 在过去的三年里 先后作案十六起 偷盗和倒卖 劳改农场的稻谷 水泵 塑料 薄膜等物资 根据李小光交代 警方起货了一部分 还来不及倒卖掉的赃物 至此 这起案件的侦办工作 才完全结束 所有参战单位 都获得了公安部的通报嘉奖 全体参战干警 提工资一级 最终宋国星 康德生 因盗窃罪 抢劫罪 故意杀人罪 和抢夺枪支弹药 爆炸物罪 恕罪并罚 被判处死刑 李小光以盗窃罪 窝藏罪 但有重大立功表现 被判处15年 有期徒刑 大安纪使2023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咱们今天来说说 安徽影上夫妻杀人案 影上县是属于 安徽省抚养市的 1996年10月25号 影上县发生了一起命案 有一具男性的尸体 被人用那种深绿色的尼龙绳 捆好了之后 装在了一个塑料袋里 然后直接就扔在路边了 这心也是大 扔在路边 那肯定被人发现呢 路人发现之后啊 立刻报了警了 警方呢 赶到现场 进行侦查 经过调查 死者身份 很快就查清楚了 死者呢 叫高辉 只有17岁 死亡原因 是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 并且掐井 也就是掐脖子 导致窒息而死 警方在侦查过程之中啊 确定了一男一女 两名犯罪嫌疑人 男的叫李宇三 29岁 女的叫李从兰 26岁 这俩人 别看都姓李 但是是一对夫妻 据了解 案发的时候 这高辉呢 刚放学 是啊 17岁 还上中学呢呀 年纪虽然不大 但是本人呢 看着是比较成熟的 人高马大的 李宇三呢 平时都在外地打工 他的爱人李从兰 就在高辉上学的 那个学校外边 开了一个台球厅 这高辉呢 总去打台球去 李从兰看高辉 长得高大帅气 高辉看李从兰 也挺漂亮 有女人味 俩人就有点 各取所需了吧 反正呢 俩人就混到一起了 你看看 多狗鞋 在90年代的时候 就有了这种学生 和这女老板 勾得到一起的事情 警方就推测 很可能就是 这俩人之间 不道德的这种性关系 最终导致命案发生 自从命案发生之后啊 警方在查找李宇三 和这李从兰 可就找不着人了 那年头也没天网系统啊 找不着他们 想找人 那是难上加难啊 两个人 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高辉出事之后 父母是以泪洗面啊 接受不了啊 就这么一个儿子呀 天都塌下来了 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呢 也一直逍遥法外 根本找不着人 老两口更痛苦了 负责侦判这起案件的民警啊 也很愧疚 明明已经知道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了 但是无能为力 就是找不着人家 一年又一年 民警始终没有放弃追逃 时不时的 就派人去李从兰和李宇三老家 打听情况 问问家人 问问乡亲们 有没有见着这俩人呢 都没见着 直到2012年 这都十好几年过去了 从李从兰亲属那儿 民警得知一个消息 说一个叫刘丽的女人 跟李从兰的家人 有过联系 这刘丽又是谁呀 警方立刻查了这刘丽的身份 刘丽1970年2月28号出生 已婚丈夫是广东的一名公务员 俩人都是广东合园市原城区的人 民警一看这些文字信息 哎呦 那不是一个人 不过不是一个人 这刘丽到底跟这李从兰家有什么关系呢 啊 离这么远 一广东的 一安徽的 亲亲 远方亲亲 不知道 再查吧 调出来这刘丽的户籍照片 一看 民警大吃一惊 一拍大腿 像 太像了 像什么呀 这刘丽长得太像李从兰了 尤其是嘴巴跟颧骨 哎呦 那会不会是李从兰 已经换掉了身份 以刘丽的身份 开始正常生活了呢 尽管像 但也不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甭管是不是同一个人吧 有了一点了 那就得查 随后啊 立刻派出一组警力 南下广东对这刘丽进行深入调查 这一圈查起来 发现这刘丽还真是不简单 刘丽呢 在一家高级珠宝公司任职 并且在这公司里边 人家已经做到高层管理人员了 再看这刘丽过往的职业经历 以及相关的背景资料 嘿 这是个人才啊 女强人哪 为了证实这刘丽是不是李从兰 警方决定啊 先试探试探再说 先别打草惊蛇 正好追踪刘丽的时候 发现这刘丽在餐馆里边 跟客人发生了一点纠纷 这不巧了吗 有纠纷就能把他带到派出所去啊 借着这个由头把刘丽叫到派出所 应上警方见到刘丽之后 没跟他叫刘丽 而第一句话就喊了一句 李从兰 这刘丽听到李从兰撒字愣了一下 这一愣 警方就更确定 这刘丽就是李从兰 随后警方呢 也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我们是影上来的 李从兰一看 哎呦 老家来的警察 跑不了了 也没有过多的狡辩 就承认了1996年 杀害高辉的犯罪事实 那为什么要杀高辉呢 李从兰说呀 1991年的时候 李从兰只有23岁 他跟丈夫李宇三 结婚之后第二年 就为李宇三生下了一个儿子 为了维持生计 在老家挣不着多少钱 李宇三呢 就去北京打工去了 留下李从兰一个人 在家里边照顾孩子 李从兰想着在家里边 当全职太太 这也太无聊了 再者说也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呢 挣点试点吧 就在一个学校附近 开了一家台球厅 90年代的时候 台球那绝对是 风靡全国的娱乐方式 但是时间一长 李从兰有点力不从心了 一边得照顾孩子 另一边还得看管台球厅的生意 这李从兰呢 就感觉这苦日子 什么时候才得熬到头呢 就在这时候 一直在他台球厅打台球的高辉 就走进李从兰的生活了 高辉别看年纪小 还是学生的 但人呢 看着比较成熟 这高辉呢 也挺喜欢李从兰 感觉李从兰 长得漂亮 有这个成熟女人的韵味 所以呀 在李从兰面前 无视献殷勤呢 特别勤快 一有时间 高辉就来 一会儿打台球 不打台球的时候 就帮李从兰照顾孩子 帮他看着这台球厅 一开始 李从兰就认为高辉是个小孩 学生嘛 也没多想 但是慢慢的 接触越来越多 李从兰心里的想法也变了 不再拿高辉当孩子看了 感觉这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又能带孩子 又能帮我看点 对我还这么好 后来呀 在一次独处的机会之下吧 俩人就宽衣解代 发生了性关系 从那以后 两个人可就成了情人了 自从做了情人 这高辉去的更勤了呀 想啊 高辉小伙子呀 年轻力壮啊 基本上天天跟李从兰 那都得春宵一刻去 过了几个月 李宇三从北京打工回来了 那也不能总部回来呀 也想自己的老婆孩子 回来之后 就发现李从兰 跟这高辉不对劲 李宇三也是成年人了 这俩人之间那点小九九 李宇三看得明明白白的 为这个 还跟高辉打了一架呢 高辉别看吃了亏了 打不过李宇三 但是高辉 也不打算放弃李从兰 他感觉我太爱李从兰了 他呢 就用李从兰的儿子作为要挟 逼迫李从兰 你跟我一起私奔吧 我学也不上了 我也不管我爹妈了 我只要你 那李从兰会答应 跟着高辉一起私奔吗 后来又是怎么演变成 一起命案的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高辉呀 因李从兰的儿子作为要挟 让李从兰跟他私奔 无奈之下 这李从兰 只能是答应高辉的要求 行行行 你别伤害孩子就行 我答应你 俩人呢 还真私奔了 一起啊 来到了江口镇 但这李从兰 见不着儿子 他想儿子 也一直想回家 于是李从兰 趁着高辉 有一回去他姐姐家 偷偷的给李宇三 打了一个电话 就请李宇三来接他回去 案发那天晚上 李从兰跟高辉俩人呢 早早的就睡觉了 李从兰半夜醒过来的时候 居然看见房间里的男人 不是高辉 而是自己的丈夫李宇三 再一看 高辉也在屋里呢 但高辉已经是漫头鲜血了 李宇三这时候就命令李从兰 掐住他的脖子 掐死他 李从兰也害怕呀 我要不听话 他在弄死我的 只好听了李宇三的话 紧紧的就掐住了高辉的脖子 没过多大一会儿 高辉就停止了挣扎 彻底弃绝身亡了 俩人杀了人之后 此地不宜久留啊 立刻就逃跑了 逃亡生涯可以说是四处辗转 北边到过北京 南边到过广东 但是这两口子呀 只要在一起 整天吵架 整天的闹矛盾 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俩人分到扬镳 还是分开了 跟李宇三分开之后 李从兰就花钱让人呢 帮他在安徽萧县 弄了一个假身份 就是这刘丽的身份 之后以刘丽的名字 在广州工作生活 还认识了后来的老公 就结了婚了 2013年底 安徽省复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李从兰有期徒刑15年 并且赔偿受害人家属 23903元 判决结果下来之后 高家人不光没开心 反而更痛苦了 高辉的母亲就认为啊 俩人是有预谋的 把高辉骗出去的 不是像李从兰说的那样 高辉的妈妈 心里边啊 恨李从兰都超过了恨这李宇三 当然对这判决不服了 他就感觉是李从兰勾引自己的儿子 要不自己的儿子不会惨死的 同时警方当年呢 在侦察现场的时候 在当年他和高辉住的那个房间里 也没发现任何被撬动过的痕迹 李从兰供述是说他半夜醒过来 看见他的丈夫李宇三在屋里 那他怎么进去的呀 所以啊 李从兰的供述不光高家人怀疑 警方也有疑虑 但是李从兰那就是一口咬定 要想搞清楚事实真相 唯一的办法是还得抓住李宇三 一审判决之后 高家人呢提出上诉 但是李从兰家人找到高家人 主动提出了赔偿 赔偿36万元 高家人本来不想接受赔偿 但是因为李宇三迟迟没有到案 最终呢也就答应赔偿了 二审之后 李从兰被改判 有期徒刑九年 这案子可没完结呢呀 李从兰入狱服刑了 李宇三还没找着呢 又过了好几年 到了2016年 行政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人像比对系统出现了 警方呢 在这个系统投入使用之后 第一时间就把李宇三的照片 输入系统进行比对 很快有一个人就被比对出来了 这个人叫卢次鸿 卢次鸿根据资料显示 1966年出生 已婚江西省南昌市人 嘿 知道你名字了 那就不愁找不着人了 很快警方就找着卢次鸿了 最终确认 卢次鸿就是一直苦苦寻找的 李宇三 面对警方突然到访 李宇三也知道 自己逃亡这么多年 也到了头了 随着李宇三的落网 当年案件的真相 这才被彻底揭开 李宇三的说法 跟李从兰又不一样 李宇三说呀 当年他从北京回来之后 高辉就直接找上门去了 不是李宇三发现他们俩有奸情 而是高辉直接去挑衅去了 高辉把他和李从兰的事 一五一十告诉李宇三 好好的把李宇三羞辱了一顿 这样李宇三才打的高辉 李宇三下手也中 高辉打不过他 当场就把高辉打跑了 本来以为高辉这次挨了打了 一个学生啊 还孩子呢 不敢乱来了吧 哎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高辉竟然带着自己媳妇李从兰 俩人私奔了 跑了 对于李宇三来说 书可忍神也不可忍哪 自己毫无尊严了呀 对高辉对李从兰那是恨之入骨 案发当天呢 李从兰给他打电话 让他去接李从兰回家 李宇三接到电话之后 就对高辉起了杀心了 那天晚上李宇三可就来了 正好看见高辉下楼上厕所 于是啊 李宇三偷偷的就进入房间 躲在窗帘后边 这事李从兰是知道的 一直等到高辉回来 睡熟之后 李宇三就对高辉下了杀手 作案之后 李宇三带着李从兰四处逃亡 后来跟李从兰实在过不下去了 李从兰跟高辉内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在李宇三心里 这也一直是个结 这么着 俩人呢 就分道扬镳 就分开了 李宇三也找人办了个假身份 就是这卢次红的身份 通过这么多年努力 这卢次红 也就是李宇三 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在安徽合肥啊 购置了多处房产 后来呢 也娶其生子了 生了一个女儿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 李宇三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一个名字 叫李思雨 你看 明明他当时的身份叫卢次红 非让自己闺女姓李 还叫李思雨 跟他这李宇三的名字 也是相互对应上的 2016年12月份 安徽省复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定李宇三 在杀高辉一案中 主观恶意犯故意杀人罪 鉴于本案 系被害人过错引发 并且李宇三归案之后 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有坦白情节 最终判处李宇三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李宇三杀了人了 固然是罪不可恕 但是如果当年没有李从兰的背叛 没有高辉的故意挑衅 可能也不至于会造成后来那种恶果 而死者高辉 尽管说是被害人 但当时他的很多做法的确是不道德的 一个中学生跟一个有夫之妇 有了这种男女私情 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这本身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他没有及时制止自己 对吧 而后面更不道德的 是还拿着这事去找李宇三去炫耀 高辉甚至认为 我睡了别人的老婆了 我让别人的老婆心甘情愿的 愿意跟着我去私奔 这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 但本身这种他自认为牛的行为 那就是一种道德沦丧啊 那八名罪犯集体逃脱 你以为这是高智商犯罪 可那主谋连小学都没念完 正思为天网恢恢疏 说而不漏 任凭他得再巧 藏得再妙 终究难逃罚网啊 说的什么事呢 那是在2007年10月30号那天 在江西省兴国县 凌晨时分 居民们被一阵凄厉的警报声 给撕碎美梦了 胆大的男人们 是抄起手边大木棒子 纷纷走出院子 街道上互相询问着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坏了 一定是看守所出大事的 他们说的那是兴国县看守所呀 那就在人们听到 警报声的十分钟之前 看守所当中 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 就这天当班的预警 叫刘唐湖 凌晨时分 他准时准点过来接班来 正常情况之下 每班都安排两名预警 不过这天有点特殊 跟他搭班的是青刑犯赖昌文 要说在平时的工作当中 青刑犯协助预警工作 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赖昌文平时改造积极 还有三个月就兴反释放了 刘唐湖有26年的警灵 老预警了 常年工作下来 他对看守所里一切 都像自家院子似的 非常熟悉 在看守所当中 这犯人会接受各种 法治道德教育 服刑等安排 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 刑事诉讼活动的前提之下 也会安排适当的劳动 就这天 巡视到九号车间时 刘唐湖听到车间里有动静 仔细一听 应该是还有人在工作呢 按着记录 里边应该是有八个人 摸了摸车间大门 见到车间铁门 像网上一样是紧锁着 于是朝里边大喊一声 快点弄 弄完之后 在这儿回去睡觉去 这话音刚落 车间里马上有人答话 说报告 还有三分之二没做完呢 我们抓紧时间弄 当时这刘唐湖 也没往心里去 平时这犯人偶尔卧工 是很常见的事情 他只是嘀咕了一声 这帮小子 一准又是聊天偷懒了 于是他是继续 在看守所里巡视着 那是凌晨一点二十分时 刘唐湖 在草坪上检查呢 赖昌文过来汇报 犯人已经做完了活 刘唐湖长出一口气 说青树 说见 看来今天到这儿 依然如往常一般 是正常度过了 那接着 这赖昌文进到材料间点书 刘唐湖却没进去 因为狱警平时很少进材料间 尤其是在晚上 平时里边有领头的犯人 带着其他犯人工作 狱警只是在外边 负责看守就行了 这会儿 赖昌文点完书 在材料间里喊了一声 报告 全数完成 那外边刘唐湖回答 收件 让他们回去睡觉去 那接着 这赖昌文并没出来 他在里边停顿了一下 又喊了一声 报告 又犯人头疼 一听这句话 这刘唐湖 是眉头一皱 心说 那怎么回事啊 于是催了一句 赶紧让他回去休息一下 那赖昌文当时 明显犹豫了一下 依然是 报告 头疼厉害 到这儿 这刘唐湖心里一紧了 心里琢磨着 这犯人要在大半夜里 真犯了病 那可真是麻烦了 说太紧急 他还没多想 一边抬腿往材料间里走 一边急气的说 我刚才不是叫你们快点搞吗 早点休息 回去休息 不就没事了吗 结果 这一只脚刚迈进材料间里 刘唐湖就看到一个人倒在地上 一边AOAO的伸吟着 一边用头 撞着墙 他看到那好像是犯人李健 而其他周围有几个犯人正围着李健 那接着这刘唐湖就见到了 这几个犯人怎么没穿号服呢 穿着自己的衣服就出来了 要说这念头 在他脑中只是傻了一下 接着就被李健的伸吟声给吸引过去了 那刘唐湖赶紧拨开人群 用手去扶李健的肩膀 想把他扶正了观察一下情况 结果 就在他那手 刚刚碰到李健肩膀的一瞬间 出事了 要说这刘唐湖 只感觉背后一阵恶风洗来 八年的当兵经历 让刘唐湖猛然惊醒了 行说有人要洗警 但这时想要行动 他已经盼了 毕竟今年已经54岁了 又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意识到不妙的同时 一条粗壮的胳膊 已经死死潜住他的脖子了 一股汗臭味直通恼人 那当时第一个反应 是抓那个胳膊去 想要挣脱控制 但这条胳膊劲太大了 不管怎么挣 那根本挣不开 那第二个反应是张嘴想要喊 但是身后那人另一条胳膊 马上过来捂住他那口鼻了 根本没法发出动静 那当时能感觉到 这人手上的老茧 怀得自己的脸生疼 就当时流汤湖有点绝望了 先说完了 今天要光荣在这了 但手脚并没有停止掙扎 他这时已经感觉出来 后背袭击他那人是又矮又壮 下手是残酷无情 以他当警察的这么多年经历来看 这种人是最难对付的 那掙扎之中 他用余光扫了一下赖昌文的位置 就发现赖昌文的处境 比自己还惨 说是有个人用胶带缠住他那嘴了 还有一个人用一个蛇皮口袋 套住他那头了 正用布条捆他那手脚呢 要说这些东西啊 全都是材料间里常用的物件 流汤湖是又惊又怒 开始更加用力挣扎起来 身后这人就跟个铁桩子似的 纹丝不动 脖子两边那动脉被压得死死的 眼前他顿时一阵发黑 就刚才还在地上呻吟的李健 这时突然死于翻身一样 直接坐了起来 跟另外一个犯人士 分别抱着他那一条腿 流汤湖当时涌起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他还不想死在这儿了 他拼命挣扎出一条腿 朝着李健猛的就是一脚 直接把他吹倒在地上了 可那李健立马站了起来 一边骂着 一边朝流汤湖的胸口狠狠揍了两拳 当时要不是身后 有人一直锁着他那脖子 流汤湖要直接倒在地上了 紧接着 马上又有人过来了 掺嘴的掺嘴 蒙眼就蒙眼 捆手脚的捆手脚 他再也没有挣扎的能力了 就这会儿 身后锁脖子的人松开了手 把他直接摔在了地上 流汤湖当时是动弹不多 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只感觉两只有力的手 开始在身上掏东西 紧接着这人站起来 迅速往外走去 随后 他听到材料间的铁门被推开 几人的脚步声是鱼罐向外走去 那接着周围一切 变得悄无声息了 这突然的安静 让流汤湖听到自己猛烈的心跳声 心说我没死 我还活着 他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紧接着 一股窒息感 从被封住的口鼻传了过来 他拼命用嘴唇发力 好不容易 才用下嘴唇拱出了一条缝 猛吸了几口气 这才没被憋死 而旁边那赖昌文 也在剧烈的挣扎当中 身体把材料间的东西扫了一地 可手脚上的布条 弹性太强了 越想挣脱 这皮肉勒得越紧 怎么也弄不开 那过了能有十来分钟吧 这流汤湖才听到 赖昌文挣脱的声响 一边大口喘着气 一边冲过来 帮自己解开绳子 可是流汤湖口鼻上的胶带 竟然缠了有四五道之多 怎么都弄不开 当时这流汤湖急了哑了 硬是用牙齿 把那胶带给咬断了 当时猛烈地喘了几口气 这才感觉三魂七魄 缓缓归了体 紧接着胸口一阵剧痛传来 一口鲜血 直接喷在地上了 他说溅着血 旁边那赖昌文吓得不轻 一时间手足无措起来 当时这流汤湖 还算震惊 哑着嗓子 指挥赖昌文用剪刀 把捆在身上的布条 全给剪开 接着他刚觉得手脚一松 马上是跌跌撞撞 跑到门外的草坪上 就刚刚袭击自己的几个犯人 此时早就不见踪扬了 当时这流汤湖想喊 可嗓子根本就发不出动静来 只能朝着港楼上的屋警 拼命挥着手 对方终于明白自己的意思 紧跟着一阵凄厉的警报声 是刺破宁静的夜了 要说几天之前 那住在新国看守所的同一监设里的八个人 都已经西等躺下了 一个叫做威先昆的本地犯人 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同事的马志强开口说了 说昆雕 你不睡觉搞娱乐活动了 他说这昆雕 是威先昆的绰号 他说这会儿 本来大家伙已经快睡着了 听到他们那对话有小声笑了起来 空气当中是充满了快乐的氛围 威先昆先叹了口气 他说 判决书下来了 十五年 过几天要送去家狱了 等我出来 四十八岁了 想娱乐都没那个能力了 马志强一听是和和笑了起来 你那是带毒案子 没枪毙你算便宜你了 老子也是十五年 旁边李界也搭话说 强哥 听说你是为了抢爹线 打倒了八个 一听这茬 这马志强得意的笑了 老子身上有功夫 再来八个都无怕 等老子出去 又是一条好汉 你想怎么进来的呀 这么一问 这李界有点不好意思 跟两位大哥我不能比 我就偷点那游戏机的电板 谁能想让市主给看见了 那马志强冷横一声 没出息 以后出去了 跟着你强哥我混 帮你发大财 你那点小打小闹 算个球啊 这话音刚落 马志强却出人一聊的叹口气 我在老家还有俩儿子呢 村里人肯定得欺负他们呢 而这事啊 威仙坤突然冒出来一句 这监狱里要待十五年 还不如跑了呢 这话也说出来 这耗子里几个人都不知事了呀 所以这些人 合计的是这事吗 就那天晚上 在看守所里 那八个人在合计事呢 要是这几位呢 本来就是四匹不勤 五谷不分 好吃懒做之人 进看守所之前 要么是抢劫的 要么是偷窃的 让他们干点正经工作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看守所 那虽然不像监狱那般 非常严格 但每天重复的生活和工作 也让他们几个人是苦不堪言 那马志强 听完那句话 突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哼 老子赶跑 你们赶吗 这威仙坤接话查了 我呀 宁愿跑 也不愿再做十五年牢了 而那李健也说了 我也想跑 在外边多快活呀 哪怕待一天也行啊 就这样 耗子里其他几位 是纷纷点头附和 一看这个氛围 这马志强翻身坐起来 也不睡觉了 他说 行 有手 我早就观察过了 夜班的时候啊 只有两个预警直班 只要咱们干活慢点 拖到其他耗子收金 那咱们就有机会 说完这马志强 做了一个用手勒脖的动作 比划完这个动作 这马志强是目露凶光 恶狠狠扫过每一个人的眼睛 告诉你啊 既然大家伙都想出去 那就一块跑 谁要是中途反悔的话 出去人就杀他全家 那听到这话 所有人的眼睛放了光了 那仿佛参加的 不是一场掏出高墙的危险行动 而是一场游戏似的 就要咱们的几经策划 这八个人定下了一整套 逃出高墙计划和攻守同盟 只等待一个机会的出现了 而在那年的10月29号这一天 他们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要说新国看守所 跟当地一家塑料花加工厂 有加工协议 每天晚上会安排 再押人员 对加工好的产品包装 而这一天正好是马志强 这八个人被安排在一个班上 那几个人按照计划 开始模样工了 就等待下手的机会呢 凌晨的时候 他们听到刘堂湖 在车间外边贺问 魏先昆是真经自若 回答了问话 那几个人明白 计划到这儿已经开始了 这开工可没有回头见 他们准备好手中的布条交代 只等待点数收监了 那将近1点20分时 这八个人觉得时期成熟了 就报告可以清述了 见到来人竟然是同样在服刑的赖昌文 他们几个更加胆大了 那赖昌文清完树之后 就去找刘堂湖汇报去了 当时这马志强转脸看向几个人 今天就是今天了 这可是咱们出去的机会 一会儿动手的时候我先上 你们几个谁敢怂的话 我弄死管事的 之后再弄死他 听着呗 一听这话 这李健上来就说 强哥你放心吧 这里没闹钟 一会儿你们就看我表演吧 说完这李健当先往墙边一躺 开始大喊着头疼 边喊着边用头撞墙 一看这个阵仗 这其他几位就悄悄的笑了 然后纷纷在李健旁边 是假装帮忙 那等赖昌文把刘堂湖 喊过来点数收监时 那几个人演的是更加逼瞻了 魏先坤先冲着赖昌文 急切的喊着 快叫我管教过来 李健有危险 那当时这赖昌文不知事迹 见李健这副样子 信以为真了 赶紧把刘堂湖 喊进了材料间 等刘堂湖 刚想去扶李健的肩膀时 离着他最近的马志强 直接扑了上去 紧跟着 其他几个人 是毫不犹豫冲了上去 放倒了刘堂湖 跟赖昌文 那几个人喘着粗气 看着马志强 要说这事发展到现在 那简直出乎几个人 意料的顺利 但是到这儿呢 这几个人 也都在这时沉默了 要说这可是 劫老反育 放在古今 那都是重罪 而马志强却没有 一丝一毫迟疑 刘堂湖一倒 开始在刘堂湖身上翻找 为几下 翻出了一串钥匙 跟几百块钱 他把那钥匙 往大家伙眼前一晃 所有人都知道 这计划已经成功一半了 后一半 那就是如何走出 四道铁门了 就那四道铁门外边 就是他们向往的自由 但是穿过四道铁门 需要经过武警驻守的港楼 还有经过干警办公大楼 到底应该怎么才能 穿过这几道封锁呢 要说自刘堂湖 进屋之后 不管进行了怎样的搏斗 这八名犯人 为了怕声响惊动其他人 竟然是一声不出 咱得说 他们这几位 有一个算一个了 如果把这种自律的尽头 用在正道上 我估计也不至于 混到这部田那儿吧 可惜 他们是用错了地方了 你就看吧 这几人再次检查 刘堂湖和赖成文身上的 胶带跟布条 竟捆得牢牢的 就分成了三组 由马志强打头 每个人扛了一块塑料花 向着通往牢外的 四道铁门走去了 第一道门 那就是材料间的门 马志强先是站在门口 观察了一下 材料间外 弱大的草坪上空无一人 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打斗 就好像压根没发生似的 他见到外边一切如常 朝身后几个人点头示意 其他几位 是胆大放心的 是穿过了草坪 朝第二道铁门走过去了 就第二道门 是看守所内枪的铁门 是他们出逃路上逼经之路 那穿过了这道门 就将来到看守所外去了 这是他们此次出逃行动当中 最为困难的一步 也是他们这次行动 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因为这道墙外 那就是戒备区 有在港楼站岗和巡逻的人 要说之前 打倒看守人员和辅助人员 那还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局面 但面对无情 他们可就没办法了 他们不止一次听说 说如果发生什么事 肯定遭到强力威慑 只不过此时这几个人 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只要能出去 他们才不管会发生什么事 这马热强掏出刚才 从刘堂湖身上搜出的钥匙 查着几个犯人血钥匙的 展示了一下 然后开始逐一试验 第一把插上去 根本拧不动 第二把压根插不进去 谁说坏了 是不是刚才拿错钥匙了 见到这副情景 这八人汗全下的 只感觉全身紧绷啊 终于第三把钥匙 是顺顺利利插入钥匙孔中了 这几人眼睛直接就直了呀 是不错眼珠的看着马志强 下一步的动作 这马志强心中暗息 用力一拧 只听咔哒一声轻响 这铁门被很容易的打开了 用手一问门 没任何阻挡 铁门被推开一条缝 这几个犯人 是大喜过望 一双双贼眼睛 是放射出奇异的光芒了 那马志强站直身体 朝几个人用手指指了一指 这扛在肩上的塑料花 他们几个是会议 纷纷整理好衣服 再将假花背中 那马志强深吸一口气 推开着门 跟威先坤并肩 朝着第三道铁门 也就是看守所的 外围墙铁门走去了 那刚出第二道门 这灯光骤人亮了起来 两个高大的岗楼分裂左右 那想要达到第三道门 就必须得穿过 两个岗楼中间地带才行 饶食他们几个胆大包天 此时此刻也都害怕了 他们是不敢抬头 用肩上的假花 把自己的脸遮挡住了 唯恐被看出什么破绽 当时这马志强心里 一直打着鼓 就觉得武警战士的心理目光 要随时刺破自己的伪装 甚至开始关注自己下一步 应该迈出左腿还是右腿 他更害怕 其他几个人 怕他们撑不住压力 行说这帮小子 还没自己胆大呢 自己都快走上顺皮了 他们内心可想而知 要说这两道墙之间隔得不远 进到能看到相对的铁门 但对他们来说 这距离可不近 远到怎么走都走不完呢 到这儿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马志强开始回忆起来了 回忆自己过往 这三十二年的人生啊 上次说到啊 这八个人逃出那看守所 那一瞬间 马志强回忆起曾经过往了 要说马志强 打小是个老实孩子 但他在十一岁时被拐了 尝尽了人间疾苦啊 后来又到了一个采石厂打工去 练出了一身力气和满手的老茧 再后来突然回到老家 建起了全村第一栋楼房 至此成了村里首富 把全村人羡慕坏了呀 当时就有人问他说 你在哪发了财呀 他呀就说去广东捡破烂发了财 挣了钱 其实哪是什么捡破烂啊 他呀是组织了犯罪团伙 在广东各地 变电厂工地上进行抢劫 回家之后 他那哥哥马峰眼就红了 眼红弟弟大把往回挣钱 也跟着马志强去了广东 干起了所谓捡破烂的营生了 这兄弟两人跟十一名同伙 在新国县一个变电站 抢劫了47万的同财 然后在广东天河落网了 就此时此刻 马峰就关在新国看守所 另外一间耗子里了 所以这会儿逃狱啊 这马志强觉得自己肩上 扛的不是假花 而是一颗雷啊 而另外一颗更大的雷 那就是被他们放倒在材料间的 那两人呢 要说他们现在 只要有一个人挣脱 在自己身后大喊一声 那一切全都完了 那在此之前 这伙人的逃出高墙行动计划当中 他们想要通过武警这道关卡 就必须要假装成外劳贩 向外送塑料花的样子 因为号服太闲眼 容易穿帮 他们几个特意换上了 自己平时的衣服 便于出逃 要说以前夜里 经常有人往外搬运花 武警也见过很多次了 那此时八名扛着花的犯人 没有引起任何警觉 那有前因必有后果 这看守所为了方便运送货物 所采用的方式 就成了这几个逃犯 所钻的空子了 而今天呢 他们还真就压对了跑了 终于 马志强跟魏先坤 一起走到了外墙门前 不出意外 就这门也是锁着的 马志强跟魏先坤 对望了一眼 谁都知道 这时只要一朝不慎 跟着几个 觉得哪来的回哪去 要说马志强 不愧是犯罪团伙的头头 此刻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阵调 竟然把花放在地上 从容不迫的伸手去掏钥匙 至于第一把钥匙不对 他也没慌张 就此举 倒是把魏先坤吓得不轻啊 可马志强第二次就找对了钥匙 轻松自然的扭开了门锁 之后又把花重新扛在了肩头上 从容不迫的推门而出了 那跟着他 其他几个人也顺顺利利 通过了外墙的铁门 就这时 他们已经连续闯过了三道铁门 马上要走到最后一道了 也就是看守所干警 办公楼的楼门了 要说平时啊 所有的看守所工作人员 都在这座楼办公 到这出去 那真就是外边的世界了 只不过在夜里这个时间 马志强们判断不出 楼里是不是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然而自由在诱惑着他们 前面那成功在刺激着他们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走进了干警办公楼了 接着这楼道里的感应灯 随着他们的脚步声应声而亮 照亮了八个人惨悲的脸 接着这灯光又在他们身后熄灭了 楼里是惊悄悄一片 一个人都没有 那马志强还是打头 第一个走到了门前 深吸一口气 这可是最后一道门了 只要走出去 就没人能阻止他了 他准备伸手掏钥匙去开门去 但谁撑抢 这手刚放在门上 他却发现门根本没锁 他马上把门推开 迅速走到门外 后边几个人也跟了出来 他们此时意识到 他们想要的自由 已经摆在他们眼前了 就这样 八个人四下 环顾无人 匆匆扔掉手里的塑料花 鬼魅一般的消失在夜幕之中了 没错 这就是他们几个外逃的经过 再说刘潭湖那边 刘潭湖听到警报声响 他却没有松下一口气 而是跌跌撞撞往监控室里冲 赖昌文赶紧过来扶住了他 说着 管教 警报已经响了 我扶你去找医生吧 结果刘潭湖哑着嗓着说 这帮小子跑了有十几分钟了 现在拉警报也晚了 二十年前我抓过逃犯二王 这时间他们早跑远了 那刘潭湖说的二王 那就是东北二王 王宗坊 王宗伟兄的 那是1983年 二王车厢杀人 制造了当时震惊全国的 东北二王特大犯罪案件 那是新中国第一起 全国性质的大案要案 他们俩在逃窜到江西广昌县市 被当场击毙了 当时这刘潭湖还是个小伙儿 二王那凶残程度 让他记忆犹心 尤其是王宗伟落网之后 那猛兽一般的责任而逝的眼神 让他记忆犹心 那今天这八人逃跑之后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刘潭湖是不寒而栗 那说当时 刘潭湖一边吐着血 一边朝赖昌文吼着 说你快组织几个外劳犯 准备出去追人去 我去报警 快点 那接着 那手里猛抓起监控室电话 声嘶力竭的大喊着 110吗 快点 看守所的人跑了 快抓 那边一听 有点懵 说你是谁呀 他说了 我是刘潭湖 看守所的 那边问 跑了几个呀 这边赶紧说 八个 一共八个 快点 要说这几个字 喊得像潘伯儿说的 岩浆似的 紧接着 这刘潭湖又拨响了所长电话 逃出高强的事 被火速逐击上报 刘潭湖是等不及回复 转身跑出监控室 见到赖昌文 已经领着七八个外劳犯 在草坪上集合了 就赶紧领着他们 朝着看守所外 是猛追而去 要说这一切 都跟刘潭湖最初判断是一模一样 八名出逃的罪犯 已经在夜色眼影之下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那刘潭湖已经休息了 所有干警听到警报声之后 立刻全都跑了出来 查看情况 紧跟着 刘潭湖也赶到了现场了 那刘潭湖刚刚对 到场的众人说了一句话 说有八名犯人逃跑了 赶紧到 说完之后 他顿觉胸口一阵剧痛 再也支持不住了 那送到医院 医生发现 他的肺部磋伤 气管损伤 可且不止 要说马智强那个家伙 当时力气如果再大点的话 那后果是不堪设强 要说八名犯人 集体掏出高墙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 几乎就在刘潭湖 向各方通报的时候 抓捕行动已经开始了 新官单位迅速成立 抓捕行动指挥部 数百名官兵全副武装 但是十多条警犬 向新国县火速开进 县公安局各领导 带领精干警力 排查新国县每个出境路口 收费卡点 还要严查每辆车 而其他干警则换上 便于运动的解放鞋 向逃犯可能逃算的方向 抓捕 那新国县电视台 开始滚动播放通缉消息 通缉令也迅速 张提到路口要道上了 就这时 新国县的居民 这才知道夜里听到的 警报声是怎么回事 大人们赶紧拉住 那些想要出去玩的孩子 把他们关在了家里 上百家单位 也组织起人员 一批接着一批 派到县里的各个重要位置 是协助排查寻找 那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如果这几个人 在社会上流窜的话 不清楚会造成多大危害呀 尤其是那威先坤 和一个叫万龙的罪犯 他俩那就是本地人 道路非常熟悉 这个抓捕带来 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咱们不禁要问 这几个人到底跑去哪了呢 要说那几个人 跑出看守所之后 跟着本地的威先坤 跑进了密林深处 为了壮胆 也是为了能够自卫 他们又找到了几根木棍子 那马志强文化水平不高 却自始至终 扮演着这群 逃跑人员的领头角色 山东这老线人 一起逃出高墙 除了人多 互相有个帮手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那就是拿他们垫刀啊 万一出事 自己也好浑水摸鱼 就这么的跑了一阵子 有人跑不动了 马志强觉得不行了 一边喘着气 一边说着 各位 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早晚得被抓啊 咱们得沿着国道走 一是迷失不了方向 二是能搭便车啊 咱们得以最快速的 脱离新国县 这样警察就追不上咱们了 那此时这几人 早就成了惊弓之鸟了 就听见马志强 说出这番话 那有不听的道理啊 可他们没想到 正是这次搭便车 让他们暴露了自己 上次说到那八个家伙 从看守所里逃了出来了 他们途经319国道时 那是凌晨两点三十分左右 正巧一辆送货的卡车 打着经过 几人赶紧上前伸手拦车 要是那卡车搜机 是经常走夜路的人 拉了一车祸 警惕性非常之高 那见到夜幕之下 这几人站在路边拦车 又吓了一跳 等仔细再看 好家伙 这几人手里都没空手 都拿着木棍子呢 所以啊 这司机不但没停车 反而是一脚妖门 直接干到了底 跑了个无影无踪 随后就向警方 报告了此事件了 那警方也正是通过 司机的报告 确定了几名逃犯的 大致方位 那当时这几个家伙 见到司机跑了 几个人当中 年纪最大的张燕生 是慢慢说话了 我说 咱们得分头跑啊 目标能小点 要是马志强一听 像是头一次 见到张燕生似的 打量了他一番 他说了一句 想不到你还挺有见识啊 而魏先昆 此时已经满头大汗了 大哥们别聊了 快跑吧 就这么的 几个人顿时坐鸟收散呢 那魏先昆 觉得马志强 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他就一直紧紧跟随他了 他俩先是找到一个山洞躲了起来 在里边左左挨了一天 到了晚上 他们准备下山扒火车跑 但谁成想 刚到山脚下 就发现了四处设卡的警察跟武警 还有警惕的警犬跟着 吓得他俩跑回了山上 换了个山洞 继续躲着 那没了马志强 另外几个人成了眉头苍蝇了 那三十号上午九点十点钟时 一队警察正沿着平江江边排查 江边除了逃杀工 老黄的工棚 事业当中是一览无余 老黄当时也听说了这逃犯的事 几个警察告诉他 说自己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 如果发现有没见过的人 或可疑的人 尤其是光头的 一定要立刻报警 立刻报告 那警察走了之后 这老黄也没当回事 心说谁会往这天水一线的地方跑啊 但这话说的太早了 没一块功夫 河对岸突然有人喊 犬叫了一阵大乱的动静 跑过去一瞧 可了不得呀 一高一矮 俩人正疯狂的朝河边跑呢 扑通一声就跳进河里去了 这俩人光头 在水里是一冲一冒 特别闲眼 而再往他们身后一看 大批的武警和警犬是紧追不守 没错 那俩光头是逃犯啊 那就见到这俩光头已经游穿了岸 老黄抄起家伙准备上前帮忙 可武警来得更快 没等这俩人继续逃跑呢 就结结实实给摁在地上了 警察 这俩人一个是在逃的李健 另外一个是杨燕生 那下午两点时 一队民警突然发现搜索区域的草垛层上有蓝色东西 走进一瞧是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大光头男子 此时睡得正香 呼噜大阵 那警察一看 哟 这不是别人 这是逃犯刘汉红啊 民警一眼就把他瞧出来了 当即把他控制住了 不过这民警当时也奇怪 其实这人心怎么这么大呢 不是逃跑吗 就敢光天化日之下睡大觉 一问才知道 跑了一整天 累得实在不行了 见到草垛子 直接躺平了 以后再不打算跑了 太累了 再说那逃犯刘和群 跟其他人分散之后 独自一人躲进了山洞里 他倒是不困 但是没扛住饿呀 跑到地里偷红薯时 被父亲人瞧去了 同样是大光头 非常明显 等他坐在洞里 看红薯时 被跟踪来的民警 按了个正招 那逃犯万龙 其实案子不大 就是偷俩电瓶的事 也说年少糊涂 听见了马志强的怂恿 也可能怕了他们的威胁 非要参加逃出高墙 这种断送前途的事 还是本地人 分散之后 直接跑回家里去了 向母亲要钱 准备再度逃跑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慈母多败儿啊 当妈的 如果这时劝他自首的话 那就是对他的挽救啊 可是他妈妈 当时只提供了 三百块钱逃跑的费用 其他啥都没做 于是啊 这万龙刚出家门 就被蹲守在外边的警察抓着了 那再说 威先坤和马志强他俩 他俩 他俩一直蹲在山里的山洞中 自以为没事了 可这次抓逃 那是全民行动啊 整个新国县 布下了天罗地网了 很快就人发现了 他们的行踪了 要说这两人倒也反应得快 那窜得跟受惊的兔子似的 直接分头行动 马志强拼命往山里跑 威先坤则是跳进了水里 结果 威先坤先被逮了 马志强钻进了山间密林 这死 八名逃犯只剩下马志强和张燕生两个人 其他六个人没出新国县呢 直接被逮了 那几天之后 这警方判断 他俩可能已经跑出新国县的范围了 接下来抓捕行动 恐怕有点难度了 不过 以目前全国通缉 马张二人的情况 他们想要生存下去 除了继续犯罪 那只能投靠亲朋好友 因此排查二人的社会关系 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果然 那警方查到张燕生 堂兄在广东惠州打工 张燕生投靠此人可能性非常之大 那11月7号 警方来到广东惠州张建的宿舍 在天花牌上抓到了 潜逃多天的张燕生 结束了他那逃亡生涯了 这会儿只剩下马志强了 要说从逃出高强事件一开始 马志强就表现出了 非同寻常的组织能力 和反侦察能力 再加上体能过人 心理素质过硬 此时就跟消失了似的 其实威先坤被抓之后 马志强也被吓得不轻 照着身体好 一路疯狂逃窜 直到发现离处隐蔽的废弃厕所为止 他也顾不上什么干净卫生了 直接钻进厕所草垛子里人了一宿 那之后的几天 开始天降大雨 马志强体现出他的极强的生存本能 饿了就爬出来 偷那地瓜吃 平时就堵在厕所里不出来 到了第四天又下起雨了 他就判断两件事 第一个再不走 就只能死在厕所里了 第二个就是这种天气 应该不会有人搜山吧 于是大着胆子 冒雨摸黑 躲过了搜索 跑到了铁路线上 跟那预计的一样 不一会儿一列运煤的火车就开过来了 他开始跟着列车猛跑 企图抓着扶手 扒车逃跑 谁能想车速太快 车没上去 反而摔上了胳膊跟屁股了 他也清楚 如果今天没有趁着大雨跟夜色逃走 恐怕这回是走不成了 而这小子心里突然涌起一阵硬气 忍着腾站了起来 继续沿着铁路往前跑 跑了一阵 竟然发现刚才那列火车竟然停在前边了 心里念叨是天不绝我 他是抓住那个机会上了车 藏在煤队里 列车缓缓开动 向着南昌的方向前进着 车一到南昌 马热强顺手掏了几件衣服换上 来到一个小餐馆里饱餐了一顿 要说当时他身上还存着 这刘堂湖那抢来的钱 除了之前给同伙的两百块钱 自己其实留了大头了六百块钱 凭着这六百块 辗转来到武汉 要从武汉来到焦作 为了躲避追踪 不引起人注意 直接在公路上拦长途车 这样可以使用现金 避免在人多的车站露面 到了焦作之后 找到以前在这打工认识的一个熟人 就这人并不知晓 马浙强已经被通缉了 还非常热心的帮助他 找了一个废品收购站的工作 自此马浙强算是在这安顿下来了 白天是姥姥刷身干刷瓶子的工作 到了晚上就住在废品收购站里 不敢出门也不跟别人交流 他暗自盘算着 说只要在这不出头 挨过了这阵风头 再悄悄溜回老家 任谁也逮不住他 可是他那如意算判 还是打空了 警方已经排查到 他在焦作打过工了 又有人来反应 说废品收购站里有这么一个人 跟那通缉令上的逃犯是一模一样 没错 狡猾的马浙强还是露出了马脚了 11月22号那天晚上 据他出逃已经过了二十几天了 新国县和焦作警方 共出动30多名警察 是悄悄在这个废品收购站受了网 可无论警察怎么喊话 甚至鸣枪射警 马志强就是不肯出头 大家伙正商量着怎么进行抓捕呢 突然有人眼见 就发现马志强住在平房 隔墙上有个男的探出脑袋了 正是马志强啊 于是警察立刻冲到了里边 七手八脚的把马志强给靠了 到这儿 一场惊心动魄的逃出高墙 以抓捕行动彻底结束了 八名逃犯悉数归案 要说这八名案犯当中 万龙 李健 那都是十八岁上下的年纪 都是较轻的案件 本应该好好改造 重新做人来着 可偏偏听见了他人蛊惑 在犯罪道路上是越滑越远啊 那马志强在案件当中 表现出的胆大与狡猾 本也可以在正当行业当中 转化成工作干劲 但是那偏不 他只是将其利用在了犯罪当中 常有人说 说罪犯都是把聪明劲 用错了地方的人 可他们的恶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是更加让人在意的事啊 那跟这些罪犯打交道 绝对不能麻密大意 农夫跟蛇的故事 永远洞去着人性的黑暗面啊 而普通人更加不可小视 人性当中恶的存在 对于坏人 要时刻保持警惕 你也许看不到狼的存在 但那狼 可会一直在黑暗当中 紧紧盯着猎物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